为达到酒驾零容忍 酒驾新制已经从7月份开始实施了 针对酒驾发生的意外及造成的家庭破裂事故 在警方积极宣导及加强取缔下虽有减少 但酒驾伤亡事件仍是频传 令人遗憾 县议会在今年5月定期会上 针对酒驾行为也引起许多议员关切 县议员林芳瑜呼吁大家务必要守法 尤其骑脚踏车也不能喝酒上路了 同车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不能让喝了酒的人当驾驶 我相信这也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所制定的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般都会存着侥幸的心理 比如说我骑脚踏车 我骑自动自行车 或者说是三轮车都是免罚 但是新制上路之后就不一样了 这些统统要罚 希望说大家忍忍守法 最重要的也就是 不要因为你一个个人的这一个疏忽 个人的酒驾而造成自身 以及别人的这一个生命危险 酒驾新制实施 同车乘客需负连带责任 县议员蔡明轩呼吁民众 一旦喝了酒 宁可花钱叫计程车 比起重金罚款还节省荷包 今年7月1号我们的酒驾罚值有提高了 酒驾被抓到来得轻 当然也要呼吁大家 酒后千万不要开车 酒驾新制上路 乘客也有连带责任 并且 假踏车 电动自行车 也都列为处理的对象 期许酒驾新制 可达到贺阻的效果 还给民众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人人守法就驾不上路 家庭及个人生命才有保障 记者王水仙综合采访报道